今天我们要进入复活节的特别的故事 在今天还有下礼拜 还有在过去的第三个礼拜 我们有复活节的特别的故事 为了要纪念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那你和妈妈觉得我等一下 我可能会忘记祷告 我先来祷告 我们先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们感谢赞美你 谢谢你用你的徒生爱子 耶稣基督的高血 交付我们的罪行根基 赐给我们基督里的新生命 使我们能够得到永生 特别的为路牧师有发烧 求你医治祂 让祂退烧快好起来 求你也带领我们 也愿意愿纳我们的敬拜 求你如我们的一个同在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那我们今天要讲的是耶稣的他的埋葬 还有他的复活 那所以不要妈妈想说我们回来啊 就讲了一些拉撒路复活 马达跟毛利亚绝望 现在我们从这个耶稣教我们 耶稣教我们一些事情 比如说我们来到教会啊 不能够像葡萄圆的主人啊 说早上的说你你来你来做工 中午肉说你你你来你来做工 然后下午三点你来你来你来 然后五点说你来你来你来 到了晚上还有人在那里 你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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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被招的人多被招的人多 选上的人很少 那今天我们进入了复活节的 特别的一个信息 所以我们要比较把它有一点点 把它整理在一起 所以你要妈妈再找了一些图片 来跟小朋友来把它整理 你看哦这个是耶稣 他变成了一个小baby 让他为我们的罪死 可是他要先生出来 这个是耶稣 那在耶稣12岁的时候 他讲了一些旧约的事情 哦这些我是伦法利赛的 真的非常的惊讶 怎么可能12岁的耶稣 什么都知道了 还有你看这个是 事情约翰 然后这个是耶稣 那在耶稣说 让我可以进一些礼仪的事情 约翰你帮我洗洗礼没关系 约翰说不行啊 我给你提鞋子也不配 耶稣说没关系 哇就在这时候天开了 哇圣灵好像鸽子降在耶稣的身上 圣灵为耶稣做见证 然后天上的神自己见证耶稣说 这是我的爱子 我所喜悦的 所以你们要听祂 你看耶稣他真的是很伟大 他是神大有能力 你看他在海面上行走 哇他的学生吓死了 如果是回来了 不要怕是耶稣 你看耶稣海底进风浪 哇风跟浪 进了吧 住了吧 风浪出下来 风浪也听耶稣的 还有耶稣行过很多医治 让瞎眼的得看见 他缺腿的得行走 哇还有让二龙的听见啊 还有让拉撒路死了四天 一直死了四天的拉撒路复活了 哇这是太奇妙了 你看但是耶稣他虽然是神 但是他却很谦虚 差一点都不会骄傲 哇他很轻微 你看他还帮他的门骨洗 那个臭臭的脚 说你们也要学习多 来服侍别人 哇那在这个时候 耶稣他其实就是我们看到的 旧约里面的献祭的这个 为罪人的罪 赎罪的这个羔羊 哇他是完美的 我们的血我们的罪都在他的这个 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所留的保险的上面 那那个时候比拉多问他 快要飞钉十字架了 比拉多说我查不出这个人有什么罪啊 你们应该把他释放了 但是那些人说把他钉十字架 把他钉十字架 比拉多就去洗手 好 是你们自己要把这个没有罪的 耶稣钉在十字架上 我洗手 表明 表明这个不是 不是我自己的 是你们的 你们的 你们要把他钉十字架的 哇今天我们要从耶稣钉在十字架上 开始讲 耶稣为我们的罪 为我的罪 耶稣为我的罪 被钉在十字架上 他是代替我 他是爱我 为我舍己 我非常感谢耶稣 那我们今天要从耶稣 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地方 我们要开始讲 就是讲到第152课 还有第153课 有关于耶稣的埋葬跟度过 到了晚上的时候 就有一个有钱人 这个有钱人的名字叫做约瑟 他是耶稣的门徒 那这个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 这个已经第三天 第三天的时候 耶稣他自己说成了 哇耶稣自己 自己决定他的时间 那这时候就这个有钱人 就去求比拉多 比拉多喔比拉多喔 可不快把耶稣的身体给我 因为耶稣已经死了 我有一个新的坟墓 我想要耶稣的身体 我要把它放在这个新的坟墓的里面 比拉多说 好吧耶稣已经确定的死掉了 好可以把耶稣的身体让你拿去 这约翰呢 他就把耶稣的身体 用干净的细麻布 把耶稣的身体包好 然后放在这个新的坟墓里面 而且用一块很大很大的石头 把它刮起来抱起来 然后呢这个约瑟他就离开了 这时候喔 耶稣他的身体被放在这个新的这个坟墓里面 有一个摩大拉的玛利亚 还有耶稣的母亲玛利亚 喔那个摩大拉的玛利亚 就是耶稣从他身上赶出 切个恶鬼的 哇他们就在旁边这里看 看着耶稣的死掉以后 耶稣被放在很好的 放在很干净的放在新的一个坟墓 他们在旁边看 他们很伤心 但是他们也安心 他们知道了喔耶稣放在这里 这时候呢第二天 祭司长跟法利赛人 他们就跑过去找比拉多 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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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我们有听说那个耶稣那个人 他说第三天我要从死里复活 大人大人我们有听他这样子说 请大人吩咐很多的人 很多很多的来把这个坟墓的外面严加看守 免得呢到第三天的时候 可能都他们就把耶稣的身体偷走了 然后就他们就说耶稣复活了 我们不想要这样 所以报告比拉多大人 请严格严格的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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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阿兵哥 全部全部全部而且都眼睛跟盯着这个坟墓喔 一百个一万个全部都来盯着这个 不准绝对不可能有人来的 哎呀这个比拉多大人听一听说 好吧好吧好吧 你们要怎么做 借你们的能力去做 借你们的力量 一千万个阿兵哥随便你们 你们要叫多少人 严格的看守门墓 这时候呢 他们就派了很多的阿兵哥在那里严加看守 到了七日的头一天就是礼拜天 也就是耶稣放在门墓里的第三天 小朋友今天就是七日的头一天 主复活的清晨的纪念主日 每个礼拜天我们来礼拜的时候 应该妈妈都会想到这件事情 今天就是主复活的清晨的纪念日 哎在这个第三天天刚亮的时候呢 发生了一件事情 这个摩达拉的玛利亚 跟那个玛利亚就是耶稣的母亲 他们又来了 他们又来看这个坟墓 啊 和他们来看坟墓的时候 突然间 蹦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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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地震 噢怎么会地震呢 那两个玛利亚消坏了 怎么发生这个一直动来动去的地震 地震 然后就有主的使者udo从天上下来 然後呢把石頭滾開了 而且這天上的使者就坐在這個石頭上面 然後他的面貌像閃電一樣 像那個閃電一樣那麼的亮 然後呢他的衣服像白雪的雪那麼白 你看媽媽都沒看過真的雪 你們住在美國的人看過雪好羨慕喔 上次有看到媽媽有給我看姊姊的那個在雪的這個照片 她的衣服像雪這麼白喔 這些看守了一千萬一百萬不知道幾的 密密麻麻的他們看到這個 滑地震然後又看 他們就滾掉了因為他們太害怕了 他們怕的 怕到你看 嚇到都像死人一樣 不是沒有真的死 嚇到像死人一樣 這個時候天使呢他就對兩個瑪利亞說 欸你們不要害怕我知道喔 你們是要來找耶穌 他不在這裡 照他所說的已經復活了 而且喔你們來看 你們可以進來看喔 哇這個兩個瑪利亞就進去看 沒有看到耶穌喔 所以你們去跟門徒說 耶穌已經從死裡復活了 並且他在你們等之前已經往加利利去了 哇這些婦女呢很高興喔 他們趕快趕快跑啊 跑跑跑跑 他們要去把這個耶穌復活的好消息 趕快去跟他的門徒說 而且他要跟他們講說 耶穌在他們以前喔 已經往加利利去了這件事情 喔這個就是剛才我們天使來跟他們講的 耶穌沒有在這裡了 然後他們兩個就就開始跑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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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 喔正在他們又害怕又高興喔 晚間他們跑到跑到半路上的時候 發生一件事情 小朋友你們猜猜看他遇到什麼了 遇到誰了 遇到誰了 哇這個摩巴拉的瑪利亞 還有這個母親瑪利亞 跑的時候遇到耶穌了 他遇到耶穌 耶穌來了 耶穌說願你們平安 耶穌 他們就抱住耶穌的 然後呢喔不害怕 真的太高興了 因為耶穌復活了 耶穌對他們說不要害怕 你們去告訴我的弟兄 將他們往加利利去 在那裡他們一定會跟我見面地定的 那現在呢又講到了 比拉多那個事情 就是發生了這個 剛才的那些阿兵哥 嚇得都像死去一樣 這個事情已經傳出去了 他快要傳出去了 這個時候怎麼辦呢 根本就沒有人來偷耶穌的身體 耶穌真的復活 他攀守的兵就去報告報告 報告報告 報告 記事長 耶穌真的復活了 這個記事長 嘿 噓 不可以講這個 那很多錢 很多錢 阿兵哥 說謊拜 不准講 錢可以 說謊喔 好 之前阿兵哥想 如果他們講的時候可能也會被 所以這件事情呢 就要說 在晚上睡覺的時候 你們要這樣說 說這個 在睡覺的時候 耶穌的身體被偷走了 要講這個謊話喔 這事情就變成被記下來 是一個說謊的事情 那現在要講到 十一個門徒要去 趕快要去 要去加利利 因為耶穌復活了 要在那裡跟我們約定的山上 好不好 這十一個門徒到了 加利利的這個山上 他們到了那個山上 見到了耶穌 他們就拜耶穌 耶穌律師神 經從事業復活 完成了 可是小朋友 這個聖經裡面講 還有人在懷疑耶 這些門徒裡面看到 復活的耶穌 還是有人心裡 軟弱 不相信在懷疑的 這個也是提醒我們 要堅定 要有信心 要相信耶穌復活 他也能夠使我們復活 並且能夠在我們任何的事情上 幫助我們 所以不要懷疑 只要相信 耶穌就跟著十一個門徒說 天上地下 天上地下 所有的全病都賜給我了 因為我已經從地裡面 勝過了 我復活 所以我勝過這個死亡 我勝過地獄 我勝過罪惡 我勝過罪惡 好棒喔 耶穌說好 所以你們要去喔 使萬民都做我的門徒 不 不 使 聖靈 聖靈的名 來給他們施禁 反而我所吩咐你們的 都要 教訓他們遵守 教訓他們遵守 這個 人家媽媽的這個 也是從這個 聖經裡面的喔 把我所吩咐你們的喔 都要教訓他們遵守 我就常與你們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 這是耶穌的大使命 就是也是給我的 好高興喔 人家媽媽這個 就是從這個 裡面的 撿一撿 放在這裡 好喔 好喔 我們來 寶告吧 這一次 不要媽媽又沒有忘記 寶告 我們寶告來吃 好 親愛的天父 我們感謝讚美 你 謝謝你 你的愛 還有你的拯救 還有你的保險 能夠救 所有相信你的人 雖然 你愛每一個人 你創造亂物言 創造每一個人類 並且你的保險 是在我們還沒有悔改的時候 你就救要救每一個人 但是永生 卻是要給那些信靠 到耶穌基督的人去的 無信的 必備定罪 求神能夠使用我們自己 不要疑惑 我堅定的信心 我們也可以很好的 正確的 誠實的 傳耶穌的福音 不要講那些只有好聽的話 卻不敢講正確誠實的事 求你使用我們 奉耶穌基督的聖明 阿們 我們來看今天的經文